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集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关钙和氢绿酸之间化学反应当中的pH变化 相信大家都知道钙是CA,氢绿酸就是HCl,两者之间的化学反应会生成绿化钙,就是CaCl2和氢 留意钙和氢绿酸的摩尔比是1比2的,这个化学反应在概念上我们都知道HCl是会越来越少的,就是说pH肯定是会有变化的 但问题是怎样能够让我们可以肉眼上看到pH是有变化,而且可以看到扁有多快呢? 我试一下,想一想 我们学过要显示pH大约的数值可以用一样东西的,叫通用指示剂 可以透过用不同颜色来显示pH值,像这张照片那样 那张照片可以看到是一个透明模式的HCl用液,加了通用指示剂之后的效果 显示是红色,根据这把一尺,pH值大概是1,也都明显就是说 里面的H正浓度是多过OH负浓度的,如果我们在这刻中加些钙下去的话 即是说HCl一路做反应以至减少,那颜色会怎样变化呢? 试试去一去片吧 我现在将这些钙加进去,你看到这些钙是沉底的,沉水的 即是说它的密度是高过水的,但是你看到它又会浮上去的 是因为里面这个化合反应是生成氢,而氢就会将这些钙推上去 然后这些钙又重了就会跌下来,所以看到有上落落的情况 如果再留心看清楚的话,那个容易的颜色是有些变化的 我试试把这条片拉后一点,大家会更加明显看到 大家看到它开始变橙,再变黄,然后再拉后一点,大家留意 这些钙,你看到它开始变成绿色,这个大概是中和的状态 那么化合反应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试试再仔细想一想 这个钙加轻绿酸,我们把它拆成离子方程式看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HCl可以拆散,或者所谓电离,做H正和Cl负 而当中这个化合反应,Cl负在方程的两边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是一个旁观者离子 实际上做化合变化的是CA和H正 化合反应之后就变成CA二正加H2 就是H正的数量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H值会慢慢的上升,去到中和那点 一切都很顺利,但问题就是我们试试这条片再看后一点 有个可能大家未必猜到的现象发生 我们看看片段 再拉后一点 大家留意到什么呢? 这颗结果是一路变上去 它是不是停在绿色的阶段 它是一路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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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到后来 甚至是出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蓝色 那并HS在这一刻 它不单止是中和 而且还要出现一个现象 OH赋浓度是多过H正浓度 显示简性 那为何会这样的呢? 根据这个方程看下去 那应该出CACL2加氢,CACL2是中性的,照价是不会出现蓝色的 原来原因是因为有AQ,AQ是什么意思?有水 原来钙和酸反应固自然会,但钙和水都是有化合反应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条反应呢? 钙加水也会出氢氧化钙加氢,其中氢氧化钙是一种微溶于水的盐机 即是说它会在水里面产生少量的OA厨附,令到这个用逆显示简性,所谓显示蓝色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它在中和之后还会继续上去到一个简性的地步 好,那我们要证明这一件事是否正确呢?那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再加一些HCO,看看有什么现象 如果我们所想的是正确的话,这个简性是因为CAOH2 大家有看到照片里面有些沉底的东西,就是一些不用水的CAOH2 那么如果加一些酸下去,令到这个蓝色再变回头,又能够溶解固体的话呢? 那你推断就会是正确的了,那看看片是否真的这样呢? 那我们试试将HCO加进去这个用逆里面 那你会看到已经马上转到红色,即是说首先就将溶了的氢氧化钙又已经中和了, 因为酸是过量,再加多一点的时候,大家留意固体的情况 再加进去看到固体是会溶的,即是说这个酸是真的能够将一些 微溶于水的氢氧化钙是中和了的,由于酸是过量的缘故 所以看到它依然是红色的溶液,即是发生这一件事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化氧反应,即是我们指的是钙加氢氯酸的化氧反应 首先是会出氯氯氯和氢,那继而钙是会继续和水反应 产生一些碱性氢氧化钙,那我们证明了氢氧化钙 能够用氢氯酸来中和的,那另一部分呢? 钙自然 was ather alcohol hy�ares,而他缘协是所谓的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可以用一个所谓报名测试,来试一下 那大家看到这个试试呢? 首先是这个装置,大家有认识有没有knowget 下面的试冠栖注一些钙加水 这都是增 inquape,那都没有确定 Young Fair 下面看到有点蒙蒙的,因为已经加了水,一直在做反应 上面的使馆导致的使馆干什么呢? 原来是想收集氢气的 放一支燃烧中的木条过去,试试氢气的效果 大家看看吧 一放进去,超慢镜,听到一声,爆明测试就看到了 相当漂亮的火焰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就把照片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爆明的情况 其实当中氢和氧是做一个很快的化学,化学变成水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低电波数学的爆明测试 是用燃烧木条来测试的 好了,做个简单 首先今集主要讲钙,钙一方面可以跟氢禄酸做反应 出做这个氯化钙加氢 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跟水做反应 出氢氧化钙加氢 而其中氢氧化钙是一种微溶于水的燃机 能够跟氢禄酸做中和作用出到氯化钙加水 大家要留意,是出氢,不是出氢 出氢是另一方面反应 出氢这个反应才是中和作用的 最后H2氢能够跟氢化的反应变成水 这个是非常快的,在视觉上很漂亮的一个爆明测试的反应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Ja